深情模樣 加上渾厚嗓音 天王劉德華 經典歌曲《冰雨》 總是讓人一秒掉進回憶漩渦 還有這首忘情水也是演唱會必備歌單 不過華嫂們這回真的有福了 劉德華所屬的印譯娛樂公布好消息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劉德華 將在10月11月登上台北小巨蛋 而這也是他睽違十一年再度來台開場 廣大華嫂們聽到這消息 各個摩拳擦掌等著搶票 但其實劉德華早就想來台 只是過程一波三折 早在2019年就向小巨蛋申請十四天八場檔期 沒想到被打槍 隔年五月好不容易搶到四場檔期 結果碰上疫情又取消 這一等又是四年 總算能站上台北小巨蛋舞台 都有聽過他們的歌嘛 所以都覺得還不錯 那是我的偶像 我真的是很期待 如果他們兩個能合作的話更好啦 因為張學友是我老公最喜歡的 我喜歡的是劉德華 劉德華整個下半年將在亞洲巡演中渡過 而另一個男神張學友五月底也要站上小巨蛋 連唱六場更加碼六月再開三場 兩大男神接連來台讓粉絲大包而服 靜新聞綜合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